除了电子股 观光类股今天表现也非常抢眼 第三季先搅出了漂亮的业绩成绩单 再加上了两岸观光松绑 带动了观光餐饮业类股上演了喷出走势 包括老爷子 夏都跟韩社等等都强攻涨停 而航空双手也纷纷上涨 白云鸟鸟天冷泡温泉的季节到 也让各大饭店迎接旺季 股价表现更是抢强棍 老爷子强涨8.94% 夏都寒舍 雅都立志 洛季更是强攻涨停 而云品一度也飙上82.8块涨停 整体观光类股上涨超过4% 成为排面最强势族群 蓝白河给刺激到了 原本观光类股现在都是旺季 第三季财报数字也非常的漂亮 再加上股价已经经过一波的回挡 这里也算是一个地板价 慢慢的起飞是合理的 不止饭店股 红光满面 两岸观光松绑题材再度发动 旅行社包括雄狮和凤凰涨幅都超过6% 分别收在143块和75.1块 旅运市场需求畅旺 航空双雄也全面起飞 长草航空涨幅超过5% 华航也有3.79% 加上年底观光产业忘记到 餐饮股也强势表态 祝你餐日快乐 超大块牛排一整尾龙虾 接近年底餐饮业更是常旺 股价也出现庆祝行情 六角和新天定涨幅都有2%到3% 亡品也涨了8块收在253.5块 甚至还喊出第四波加薪6%到9 旅展刚刚过 大家也看到大家抢购 很多温泉 泡汤卷 其实都是内需的 但是整体来讲 观光这个产业的景气 是有恢复的能见度 也有专家认为 第四季除了是旅游旺季 还有尾牙 婚宴等需求同步成长 观光类股接单 业绩有望续墙 股价表现也渴望 持续崇高 东森财经新闻 许千柳盈盈在台湖岛